人生其实就是寻找一个个答案的过程 踏入那片人际罕之的未知领域 在人类认知的荒漠中探索 在知识交汇的边界中前行 从无序中发现有序 在偶然中发现必然 用青春追寻答案 在现代生活中 不可控大出血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在大出血时迅速止血 与时间赛跑 争分夺秒 是人们一直以来面临的重大难题 通过查阅资料 我们发现 中国现代止血材料 起步较晚 落后发达国家近十年 急需一款性能优异的止血材料 打破国际垄断 解决我国在这方面上的卡国子问题 我们的实验方向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解决 生年货强度不够的问题 但是学校答案的过程 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经过大量的实验 探索 再实验 我们依然没有解决这个实验目的 每天提到给老师的 都是失败的实验报告 每一次学生实验失败后 我们都会和学生一起探究讨论 从新的角度构思调整实验方案 补充新的理论知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通过将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结合 学以致用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研态度 去解决实验中的疑难问题 在学校老师的亲切关怀和完善的实验设备支持下 我们有足够的试测空间 放开手脚 大胆创新 终于在好几个月后的 周日晚上11点 我们的实验成功了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带着项目成果 参加中国互联网家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 我们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 和不同学院 不同专业的同学一起 迎接挑战 相互学习 相互帮助 相互分享 在比赛过程中 有时候会冷不住思考 究竟是什么样的终点 才配上这一路的连配努力 我们参加了100多场路演 组织了100多次复盘 准备了100多份PPT 但也不止100多次的 请教了各位老师 我们全体老师 会和同学们一起 共同面对困难解决问题 尽最大的努力 为同学们的增长成才 保驾护航 学校还会邀请成功企业 专业家和行业内顶级专家 与我们沟通交流 拓宽我们的视野 让我们能够从更多维度 去思考问题 在孵化像秒灵科技 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 优秀人对过程中 如果拿不是一种子 来做类型的话 我们老师所做的 就是给予学生 在成长成才过程中 所需要的充足养分 而福州大学 则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致力于给团队们 优良的土壤环境 对于人才培养 我们秉承明德自成 博学远至的校训 积极弘扬福州大学 三九精神 坚持科研与教育相担活 理论与实践相担 实施多样化能够培养战略 促进学科交叉笼合 自立于培养出一道题 卓越担担担的 理军籍中国力量 答案 它不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种探究 它不是一个终点 而是一种坚持 是对知识的探问 也是对梦想的追寻 同舟共济扬帆起 乘风破浪万里航